习惯不了 其实我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习惯 我还是希望低调一点 这能说的吗 这说不了 习惯不了 其实我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习惯 我们还是正常人 也不是一出生就是被这种包围 说一出生就拿冠军 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被迫的改变 我还是希望低调一点 就是没有人关注的情况下 自己去努力训练 或者说做好自己的事情 只是为了一赛带练增加有氧 因为长距离 像我800米自由泳在长池游 我训练游过7分59 但是我比赛也就7分59 但我在短池反而游得比长池快很多 所以就是尽管这次夺冠 没有说特别的顶级特别优秀吧 这个记录 天气也有点热 因为韩国其实比较冷的 一下子没有转换过来 但是还是挺舒适的 食物也挺好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新加坡做什么特别的事 吃什么特别的事 我们不让 这能说的吗 这说不了 我们是通过打羽毛球认识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俩技术很好 有我学习的点 人也很不错 那三个人里面你觉得你可以排低级 为什么一定要有排名 我们三个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羽毛球技术 羽毛球技术 凡任东应该是最厉害的 因为他有乒乓球基础 然后我跟胜利豪差不多吧 我觉得没什么 就跟别人没什么可比的 因为你这辈子 你做过的努力 包括你发生的任何事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跟自己比就好 每天进步一点点 之前你说过 你想成为你最好的自己 那你会给这个最好的自己 赋予什么样的定义 什么样的定义 我定义不出来 其实不定义就是最好的定义 不被定义的才是自己 目标是什么 其实这一个阶段的目标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需要重新定制一个新的目标 在接下来四年当中继续努力吧 不能松懈下来 其实都想试试 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好像只有100米 感觉我真的跟他们的差距还挺大的 特别是在转身 出发和转身上 还有就是水下腿这种细节上 就是没做到的地方都可以算是 自己定义的下一个目标吧 谢谢你们来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你的支持 是啊 我们该 tamta干啊 那咱们现在还记得 这边的滴滴滴 这个地方都可以分阳 是的 谢谢大家